牙龙试乃翻新工程今年第二季展开 预计明年第二季完工 当中包括建设30米高的标志性拱门 增设脚踏车停放架 以及更官场的人行道 来缓解这里的拥堵情况 如切购物中心则将新建有盖走道 以及儿童游乐区 为了减少对区内商家的干扰 翻新工程将分三个阶段进行